我们本期要评测的镜头是这款尼康的F卡口的35mmF1.8的DX的镜头 虽然它是一款APS画幅的DX镜头 但是大家看到我是用的D610来测试 它的相场实际上堪堪可以覆盖全画幅 所以我可以把它当作一支全画幅上的35mm镜头来使用 当然也可以当作一支APS画幅上的50mm镜头来使用 这也是我们要推荐它的原因之一 因为这是一支G头 所以它在尼康的个型号的数码单板上 不管是357系还是610750这种全画幅 以及像转接到C卡口的微单上 包括C5C6这些 它都是可以实现自动对焦的 但是有一个比较小的问题 就是这个DX镜头 它在全画幅的单板上 它是可以强行使用FX全画幅模式的 忽略它的黑边黑框来进行拍摄 但是如果你把它转接到全画幅的微单上 像C5C6这些 它默认它只能使用DX模式 不能强行切换到全画幅模式来拍摄 这就是它在使用上的局限了 那这支镜头现在的二手价格 基本上在700块钱左右 然后它是52毫米的口径 最近对焦距离是0.3米 有一定的这种微距的拍摄能力 然后它的整体体积还是非常小巧的 所以关键这支镜头 不管是在全画幅上还是在半画幅上 都适合当做一只挂机头 那这支镜头在全画幅上的表现如何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全光圈F1.8下的中心锐度还是很高的 而且在全开光圈下 遍远的暗角比较轻微 这支镜头的抗炫光表现还是不错的 在逆光下呢 基本看不到太明显的炫光和归影 当然紫边有一点点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支DX镜头嘛 所以当你选择F8的这种小光圈拍摄风景的时候 它的暗角特别的明显 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后期的调整了 OK 以上就是Nikon 35W F1.8 DX镜头的一些介绍 不知道大家感觉它如何呢 只不得它现在这个六七百块钱的这个价格 如果觉得值得的话呢 可以在弹幕里扣一个1 觉得不值得的话呢 可以扣一个2 那我觉得对于很多想入门摄影学习的朋友来说 一支便宜的数码的单反相机 加上一支二手的这种35毫米啊 50毫米啊的 不错的这种定焦镜头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呢价格一般都比较便宜 可以说性价比很高嘛 当然如果你预算够 可以直接录微单 是不是 那行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摄影师Nikian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觉得做的还不错呢 不妨多多关注评论散发了 那我们下期的相机和镜头的评测节目 再见了